就也是在風靈記之前 大家也嚇一跳 因為在場見證的人非常多 那我就回去再想這個事情 大概隔了一兩年之後 這首歌就從我腦海裡面再次的浮現 但是我自己創作 我用那當下的感覺去創作的 紀念那個有大愛的老婦人 奇異的婦人獻給各位